捷克的副市长说 跪舔中国是没有用的 意大利也是 意大利亲中亲到什么程度 过去啊 有温州街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 疫情沦陷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太多中国的往来 所以意大利是第一个沦陷国家 那跪舔中国既然没有用的话 那中国现在你说 还持续在做大外宣 他说他的犯罪率是全球最低 可是问题是马上网友答一点 对啊你犯罪率是全球最低啊 为什么全球最低 因为你犯罪都是官员啊 你官员全部贪污啊 全部乱搞啊 没有人会抓 所以中国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最近张东某遇到了裴洛西 他跟裴洛西讲说 你美国搞半导体没有用啦 你要搞半导体 要投资台湾啊 为什么要投资台湾 台南你熟 台南有台积电 到底台湾是有什么独特的土壤 让台积电只能在台湾茁壮生长呢 刚刚正好在讲到说 这个中国 他一直在做大外宣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中国支撑全球犯罪率最低 安全感最高 网喷贪污的人加起来是世界第一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在去年他们在清零政策 在这个封控的政策之下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 非常多他们自杀跳楼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 中国所谓的大外宣 它到底有多少是值得我们信任的 它的数据的透明度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WHO甚至还呼吁 拜托 今天如果你希望全世界来帮忙你 你的目前的染疫的数字 包含说你的死亡人数 是不是可以公开对大家讲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国家在做的大外宣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外宣 我们在讲自杀率这件事情 它都讲不清楚了 我甚至还有朋友在告诉我 在中国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那个城镇 一个礼拜可能跳十几个楼 都十几个人跳楼 真的都不为过 为什么 因为该有的物资拿不到 他告诉你你不可以出门 问题是他们在分配物资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到位 因为党在控制 所以整个中国的一个 所谓的风控的一个氛围 就在一个极度紧张不安的 一个状况下 所以他做这个大外宣有什么用 一直不断有人爬墙对外在讲 所以讲了半天 说实在话 他的大外宣就是自打嘴巴 打脸 我常常在讲 他只要想办法控制 不要有人跳楼 我就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个 整个中国的 在对外的这一个大外宣 我觉得他的成效是越来越差 而且所有全世界都打起来 在打什么 希望能够让他可以不要继续 再去做这个壮大的一个动作 有趣的事情是张忠谋见到裴洛西 张忠谋跑去跟裴洛西讲 他讲得很白 说你要求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我就听你的 但是你不要笑想 这个可以成功 台积电你如果半导体要成功 保护台湾 台积电在台湾才有可能成功 你一定是最了解台积电 设一个厂有多困难的 台积电在台南是有三奈米厂 在台南设三奈米厂中间 水 电 土地 招工 周照旗鼠设施 有多大复杂 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 半导体业它是一个 非常重水重电的一个产业 它很耗能源 台南市其实在过去 我们为了要能够吸引 引资台积电能够进到台南 多少利多消息给台积电 包含说我们在水的部分的处理 我们还甚至投资了 所谓的自来再生的一个水厂 希望能够把台积电引来台南 那也确实它也看中了 我们的南科的整体的发展 还有包含它的产业的结构链 其实在台南它有一个很肥沃的土壤 那当然人才很重要 台南有相当好的一个人才 没错也跟大家报告 其实现在到美国 Arizona去设厂的这一个厂长 其实就是我们新领人 他是我们新领人 因为台新教的人都很急歪 不想离开 成大的很优秀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裴洛西 张忠罗告诉裴洛西什么 他告诉裴洛西说 想要有可靠的一个半导体产业 他就必须要先确保的是台海 台湾的一个安全 投资台湾的安全 比投资花大钱 自己要做出一个半导体的 一个高科技厂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走在前面了 现在全世界在做的是什么 所谓的成熟的半导体 可是半导体 他在讲的是看的是未来 台积舰现在在做的 在台湾做的 因为有人才 所以我们在做的是先进的制程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刚刚有讲 我们台南新英人 他带着这个大军 去到Arizona 要去开疆辟土 他在出国前 我们一起吃饭 他告诉我什么 他说 天哪 方圆五百里 甚至一千里 都没有人 就是一个荒漠 他其实是一个平地拔葱 要造证的一个计划 他甚至还偷偷告诉我 他说 哎呀 我很担心 到最后 可能 因为台积电制军很严 想吃个鳝鱼 意面都找不到地方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那当然他会有很多 复制的行为 甚至造证 当然我们 另外他的隐忧是什么 他告诉我 他说 他很当心 到时候呢 可能搞不好 美国还不一定 有人愿意进来 台积电工作 搞不好还必须 有我们台湾的 这个专业的人才 过去到台积 美国的台积电厂 去帮忙 我一听 我就说 那当初不是希望 能够让美国的 在地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包含人才的赔益 都可以进来吗 他告诉我 哦 其实他们很担忧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的生活 the lifestyle 跟台湾人是很不一样的 台湾人 非常的努力认真工作 可是美国 他们讲究的是 他的生活品质 等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 中中我们会告诉 裴洛西说 哎呀 不行啊 你要投资的是 台湾的安全 因为我们有的人才 我们有的这个 半导体的实力 这个是不可被磨灭的 而且甚至 我们在这过去 疫情的期间 我有协助这个 600位美国的工程师 在台湾的训练 他们进来的时候 美国工程师是来 来台湾训练 是在台南 是在台南训练 他们很好笑 我补充一下 他们后来这个 离开之后 有填问卷 填问卷过程中 就会说 他们成为一个工程师 最重要的希望是什么吗 台湾人就会说 买房啊 买车啊 钱啊 年薪啊 分红 没有老美填 life quality 生活品质 你要生活品质 你就不要当工程师啊 有什么好讲的 对 我想 其实 每一个国家 孕育出来的一个养分 不大一样 台湾最特别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 很紧张的状态 我们在强国的旁边 所以我们必须要 确保自己的能量跟能力 我常讲 台湾可以拿着一本护照 我们这小绿本 可以去200多个国家 是靠谁打出来的 商人 我们自己 有很多的努力 当然 国家也非常的认真 包含说我们在这三年的疫情期间 台湾这个品牌 也打响全世界 我过去 在带团的时候 我去到欧美 或去到日本 我们讲台湾 那时候 人家会告诉我 台国 泰人 对 台湾 泰人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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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对 比赛了中国 你 中国的隣 你 所以就是 他们就说 打开地图之后 原来在这里 所以台湾在这三年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口罩国家队 我们的种种的国家队 我们发展出一个相当好的系统 甚至我们还输出 那不断地告诉欧美 告诉日本 告诉全世界 台湾 台湾 can help 那这也让我们在国际的一个地位上面 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也告诉全世界 台湾的科技不断在进步 台湾的国力强大 所以请你用力地确保 一起来跟台湾 努力确保台海的安全 确保台湾的安全 才有可能在这个 晶片的发展上面 提供高科技 半导体的发展场面 可以确保无语 好 非常谢谢这个 我们来自台南的观光局的前局长 来跟大家分析 非常多有趣台积电 在过去在台南设厂经验